荣佛州巴西古当金金河污染事件发生至今 消整局和环境局已经先后在污染区检验出14种有害气体 而今天消整局再检测到一种名为秦化氢的有毒气体 秦化氢在毒污区的浓度一度达到4.5ppm 一个小时后虽然浓度下降 但灾区的空气素质还处于警戒级别 秦化氢俗称称称山埃 有害气体会刺激鼻子和喉咙造成呼吸困难 无论如何雅哈亚马迪斯表示 当局全天候监控空气质量指数 特别是清理津津河的期间 万一下雨就会出现化学气体蒸发和散播的风险 截至目前14种被检测出来的有害气体 都落在3ppm的警戒水平 未经许可,不投入 白金 titを見过 写 focus 我们下一个星期的 我们下一个星期的